用烈火炒三杯雞 老闆说这种料理方式 仅在这里在吃的地方 吃到一半又会咖喱蜜蜜 这两个特别的吃饭 让义员郭鸿宜是真感激 关苗这个好处 我们关苗有三宝 第一个就是凤梨 第二个就是竹笋 第三个就是关苗面 其实美食的话 你要真的要吃好吃的东西 在地人带你过来这边吃 这个处处是叫做阿宅 其实是老店 第二代现在在经营 第二代的年轻人经营的方式 跟老一辈的又不太一样 上一代又不太一样 但是吃起来的口味跟原味 都有点的 重点 这些美食 这些竹笋在乡 跟一般的观光客 在跑的土鸡层不太一样 这里都是一些韬客过来 有一些名人 有这些名人都会在这里吃 没有好处的交代和纵红 但是店鸡用料实在 要吃鸡的正前 应该自身先作文 东江很宽料很料理 就是为了要让客 吃到最新鲜 最新的米味 三杯鸡是比较古早味的做法 是现在台湾的三杯鸡做法 完全是没有这样做的 他们三杯鸡现在台湾的做法 就比较快速 然后先过油 然后再炒料 我们的是比较那种 正统粤菜的做法 就是从一直生生 生的 然后一直炒一直炒 然后炒出它本身的鸡油 然后用那个鸡油去拌那个面线 他完成自己的名字拌出来 保证给大家知道 民众不逢对着他的脚步 再回来感受看看 广播剧生的魅力 南天视频里要喜欢 广播和彩虹报道 免播剧场——窦